前龙丢掉一块最值钱的土地 他们的殖民之旅 而在中国 当村者仍然还做着天朝上国的美梦 不能苏醒 在前龙时期 因闭关锁国的原因 根本就了解不到其他国家的信息 还在想象着 其他国家还过着如毛隐血的野蛮人生活 却不知道长枪大炮是何物 虽然曾有不少大臣上述说闭关锁国的坏处 但是前龙却并没有理会 而且在那个时候 曾经发生过一件能让清朝睁眼看世界的事情 但是因为前龙的妄自尊大而错过了 这件事情就是蓝芳献徒 在清朝中后期 朝廷官员越发的肆无忌惮 贪污腐败事件越发严重 农民起义事件也是层出不穷 受不了清朝统治的百姓们 能够走出去的 大多都去了东南亚讨生活 大多以福 建 广东为主 随着越来越多的华人涌入东南亚 免不了会受到当地人的排斥 而华人在外一向很团结 很快就抱起团栏 甚至还有一个建立了华人第一个海外国家 1776年 一个由华人建立的国家 正是在婆罗州西北部宣布成立 而这个共和国的建立者罗芳伯出任第一任总统 在整个国家的共同努力下 形势一直在向好的那方面发展 地盘在不断的扩大中 直到有一天蓝芳共和国遇上了劲敌 那就是河南的东印度公司 要知道当时的荷兰是第二批向外殖民的国家之一 经历了一个多世纪的殖民掠夺 实力的强大 无庸置疑 当然野心也很大 而蓝芳共和国就是荷兰的目标之一 展开全文 在这个经过百多年之名掠夺的国家面前 新成立的蓝芳共和国 就犹如渺小的蚂蚁 根本无力抵抗 这个时候 蓝芳共和国的决策层 就想到了向大清国求助 并且不惜向大清国称臣 于是就派了当时蓝芳共和国的副总统陈兰博出使大清 却没有想到 连乾隆的面都没有见到 就被打毁了 因为乾隆认为 蓝芳共和国 只是像海大土匪那样的东西 无奈之下 陈兰博只能黯然回国 不过他仍然宣称 蓝芳已经是大清的藩属了 果然 和蓝一时不敢动作 不过骗能骗多久呢 而且大清的实力不断衰弱 荷兰都不一定会怕 到了清朝晚清 蓝芳共和国 还是被荷兰占领了 这个时候的清朝自顾不暇 如果历史能够重来 乾隆接收了蓝芳的请求 那么 现在的局面是否会有所改观呢 毕竟 蓝芳共和国的所在地 就是现在的西加里曼丹 在整个东南亚的地理位置都非常重要 用得好能够遏制整个马六甲海峡 在这里 不仅能提前发现整个世界的变化 还可以对将来更好的布局 能够从容应对其他国家对中国的刁难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